各位全国投资码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礼拜一收盘后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也期待能够跟您一起来 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好我们先来看到 今天的台北股市 在台积电上个礼拜召开法说之后 外资这两天哇全面在看好 让台积电的股价 今天攻上了262块的新高 也带动台北股市大盘指数的部分 今天看起来又是开高走高 收盘上涨了80点 收在11231的波段新高 继续的往上涨 可是今天上涨 我们也发现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今天看指数涨了80点 可是你看今天上涨的股票 上市公司464档 下跌的加速却有492档 下跌的股票居然比上涨的多 这是上市公司 OTC的部分在右边这里 上涨的公司有332加 下跌的有397加 快要400加 你有没有发现到 今天不管是上市还上跪 下跌加速都大于上涨加速 那这代表什么呢 我先提醒大家 小心这个盘势 在拉高台积电也让指数拉高上来的时候 大家看到指数在涨都想要买股票嘛 对不对 这时候大户正在趁机出货 尤其一些涨多的这个股票 利多见报时 最近大户已经陆陆续续在出货之中了 这一点一定要特别小心 好那回来看台北股市大盘指数的部分 那这两天指数在创新高 大家打开报纸一定会看到好多的利多 我举个例子 这是今天献荣老师早上所写的 1月12号 我每天都在我的Facebook 在我的LINE AT里面 都会分享一个手写的关盘重点 里面就记录到 今天包括像台积电 说好夯哦 有10加外资 全面在叫好 还这个目标最高喊到300块 而且还夺到了 这个博通就Blocum的一个 AI人工智慧的大订单 然后呢 国际原油期货 占上了每桶60美金 很多人说这就代表 国际的一个这个经济局势 真的很好 那包括我们中经院的董事长 都跟大家讲 现在税改加上前瞻计划来推动 今年的GDP可以上看到3% 我觉得说看好今年的GDP有道理啦 可是你说这次是税改 说是因为前瞻建设的原因 我觉得这有点太过于拍马屁啦 那我们先不谈 再来看到去年的外销订单 也说接单金额现在创下历年来的新高 现在哇还包括晶片电阻也都说酝酿 又要下一波的涨价了 打开来都是利多 那这时候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说 看到这些利多 股市又是一个多头行情 那该怎么做 当然要买股票啊 不然要做什么呢 好那各位投资朋友 当你看到这些利多的时候 那你说买股票 我先问问大家 那反过来 在两年前 这是今年 这是现在啦 1月14号 这是今年民国107年 2018年了 对不对 那这时候 2018年1月12号 消息面是利多不断 你说这里应该买股票吗 好那我们来反过来看看 在两年前的1月14号 这是民国105年 就2016年的1月14号 那时候的消息是在做什么 那时候的消息是在 苹果砍单 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在断交 北韩施暴清淡 人民币在重扁 入股在熔断 油价呢 急跌跌到每桶30美金 美股呢动不动就跌个300多点 在重挫 各位投资朋友 那你在那时候 看到那些利空 然后看到台北股市 从10014已经跌到7000多点了 你该怎么去做呢 先去想一想这个问题 好 县荣老师跟大家讲 那现在来看 你当然知道 哎呀台北股市 既然都已经跌到 这个7000多点 跌到10年线了 当然是应该买股票嘛 利空当中来买股票 事后诸葛大家都会 可是当下你在做些什么呢 你要先去想一想 很多人那时候都觉得说 这次不一样 这次台北股市应该还会继续跌 会跌到六字头 好 如果你当时是在卖股票的 来看看县荣老师 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 提醒大家 该是权力拼大的时候 口说无凭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2016年1月14号 台北股市那天下跌81点 跌到7700点 县荣老师写给所有会员朋友的分析日记 标题叫做什么 乐观会做头 恐慌会见底 什么叫乐观做头 去年4月指数上到10014万点的时候 指数连大涨三天创新高 市场上大多数投资人都看好后市 喊出来台股要挑战12682的历史高点的看法 那当时我们建议大家 高档减码布局空单并险 等到10年线再来拼大的 最乐观的时候 我说会做头嘛 结果这波指数中期回档 长达半年 跌了2000多点 现在已经回到10年线之下 消息面利空不断 指数持续破底 对不对 那时候利空包括什么 来再回顾一次 油价在重挫 美股在急跌 台北股市是开低急杀 再破新低最恐慌 多数的一个投资人都看坏后市 都喊出台股将破7000点等看法 那我说这时候指数看似弱势 已经来到低档底部区 该是拼大的时候了 对不对 有图有真相嘛 那时候大盘指数跌到7700 跌到10年线附近 跌到7000多点 现在利空不断的时候 我说融资在低档 融卷却创新高 这时候该怎么做 该是拼大的时候了 结果过去两年 现龙老师就这样 从7000多 8000多 9000多 一路拼大 赚的荷包满满 帮会员朋友赚的荷包满满上来 那当时是利空不断 现在反过来 刚刚好反过来 各位投资报 我们常常讲 千金难买早知道 人生没有后悔药 当时如果你没有加入现龙老师 你一定会认为说 这里应该会不一样 应该还会继续跌 可是如果跟着现龙老师 这波荷包满满了 对不对 不相信的 到最后只留下 所谓的后悔 人生没有后悔药 现在只能说 早知道7000多点来拼大的 那如果你7000多点没拼大的 你到了现在才想来拼吗 我只能提醒大家 刚才讲了一句话 股市不变定理 乐观做头 恐慌会见底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所谓什么叫行情的低档 往往会有很多的利空 吓得散户 卖光股票不敢再买 大户就在趁机进货 那个叫行情的低档 对不对 等到行情为什么会变成高档 会有很多的利多 引诱散户全力买进 大户其实在趁机出货之中 所以这个时候回来了 当消息告诉我们 美国股市涨势涨不停 台积电外资现在全面在叫好 原油期货 现在已经占上60美元 一桶了 外销订单又创新高 中金院也跟他讲 今年GDP上看3% 大家都说现在政策要做多 选举行情要来了 所以股市准备上看12682了 这个好像跟两年半前 指数上到10014高点的时候 一样 那时候也是选举快要 总统大选快到了 所以大家都说选举前半年 会有行情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觉得 10014不是问题 要上看12682 不就跟现在又都一样 那这时候呢 融资余额已经到了1750几亿的高档 而成交量呢 居然没有过前高 高档背离出现 五周军量 这是周线图 时间是1月22号 五周军量居然还跌破了十周军量 那这时候该怎么操作 我只能提醒大家恐慌会见底 乐观也会做头 行情高档利多不断的时候 该怎么操作 莫忘这五个字 反市场操作 什么叫反市场操作 简单的说 人气我气 7000多点利空不断 我们拼大的 人取我气 现在涨到了1万1 大家都觉得12682不是问题 那人取我气 该是居高思维的时候嘛 对不对 所以所谓的反市场操作 讲更白话文一点 就是大跌的时候敢买敢做多 这才赚得到大钱 大涨的时候 当然反过来叫敢卖敢做空 这样该做多的时候权力做多 高档之后敢做空下去 一个波段多空循环下来 都能够真正的抽身而退 还赚得到钱 这样才能够在最后笑得出来 成为真正的赢家 那当然很多投资们都说 可是现在指数就在继续涨啊 不做多怎么可以呢 其实我都再三提醒大家 当指数现在在看起来 还在继续涨 突破了10882高点之后 你更要去仔细的检查 我就问问大家嘛 当指数突破10882高点之后 之前当然不用讲 我们从7000多 8000多 9000多 1万点都还在持续做多 一路到10882才开始翻空 对不对 那10882之前买股票 当然赚钱很容易啊 可是突破10882高点之后 看似继续上涨 我问问大家 这里进场追高 买股票的投资人 真的有赚到钱吗 没有耶 而且反过来 还越来越多人套牢 那除了之前提醒过 大家的平概股 去年9月份 iPhone X发表 我就说过 iPhone X会叫好不叫做 对不对 那现在当然印证我们的看法 GIS夜程那时候还有300多块 现在的夜程多少钱 今天你不要看它跌升反弹 剩下多少 195块 200块不到啊 对不对 指数在创新高 股价从300多跌到200块不到 今天最低177.5 腰斩 对不对 有赚到钱吗 没有啊 这个是当时我们提醒大家的夜程 现在已经跌到200块以下了 可曾那时候300多块 我说技术面来看 这个iPhone 8叫好不叫做 要居高思维 现在呢股价从370 掉到多少 270 反弹上来也在300多 有过高吗 没有 对不对 红海从110几 掉到多少 掉到剩下90几块 这几天才反弹一下 还不到100 多少人指数在涨 现在还套在平概股里 那这不止平概股 还有一个族群 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 我也特别提醒大家要小心 什么销石族群呢 9月去年9月7号 我说OTC那天爆出589亿的巨量 然后开高走低变成一根黑黑出来 我说特别小心的是有一些落后补涨太阳能生计之外 没有真正业绩提成长做后盾的投机股的题材股 我当时点名谁 二线光学股 接下来就要特别小心二线光学股股价也要反转下来了 这是什么时候讲的 去年的9月7号 来各位投资朋友 那我们就再来看一看 大盘指数的部分 在底下我们把大盘指数调出来看 会比较清楚一点 这是大盘指数 去年9月份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10664左右 你说这里涨到10882 这里涨到11231 指数是一路再涨没有错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那二线光学股呢 高点在哪里 就在去年9月份的 玉金光那时候596块 现在跌到多少 282 对不对 金国光那时候9月初高点在哪里 就在61块2 现在跌到多少 34块 对不对 阳明光那时候股价高点在哪里 86块7 也是在9月份的时候 9月10月11月12月 现在今天反弹55块 你们看指数在创新高 二线光学股的股价高点在哪里 都是在去年9月初的时候 我提醒大家 接下来要特别小心 去年9月7号 二线光学股要不要特别小心 要啊 对不对 原来你会发现 在指数看起来还在继续涨的背后 现在有追高买进股票的投资人 一档一档的套牢之中 对不对 那这时候该怎么去操作呢 所以我说嘛 所以我说在这个阶段 当你在这里做多 越来越难赚到钱的时候 特别注意 那你反过来看看 现龙老师 我不是喜欢放空的人 过去两年 我们也是一路做多 全力做多上来啊 对不对 但是当10882高点出现的时候 我说大盘要先做一次中期回档了 那时候先做一个第四波 回跌了500点 那时候我们在放空经电 我说消息面利多不断 大户在出货转弱讯号出来 那你还在做多 现在套牢了 对不对 可是我们那时候61块半放空的 现在跌到多少 对不对 跌到最低43块多 最近才又弹上来 我们还在找另外一次 准备在空军出手的机会 已经先赚过一趟了 再来看到低润股 那时候都说记忆体在涨价 MSCI还把华邦店 列入到这个所谓的成分股 之中利多不断 我说K线大量空头吞噬出来 大户出货转弱讯号出现了 所以呢 所以那时候28块给它空下去 空军起飞嘛 对不对 那现在指数创新高 股价一样在跌啊 对不对 好多股票早就跌下来 那你说我们放空被嘎 还是在赚钱 赚钱啊 那再来看到包括了稳茂 那时候消息说打入苹果3D 感测供应链 我说融资在大增的背后 大户在反手卖超 股价已经在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了 所以那时候300块附近 融券放空嘛 对不对 那现在呢 跌到250几 对不对 是不是放空的也赚钱了 对不对 那包括这个月华兴科 消息面都说被动元件在涨价 上一季营收很亮丽 我说大户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所以那时候108块附近 融券放空 那上个礼拜跌到96块左右 赚个12万也强起来啊 对不对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 一档一档股票 我们都这地方成功的 利用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的时候 空军起飞而赚起来 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各位投资朋友 我只能够提醒你 当指数到了这个阶段 该是居高思维的时刻 因为大盘 永远要记得我所说的 乐观做头恐慌会见底 现在行情高档 利多不断的时候 该怎么去操作 越来越多股票 大户正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现在只是大盘还在涨而已 股票已经先回 一旦大盘正式转弱 到时候跌的股票会更多 那我只能提醒大家 中期回档已经即将来临 县荣老师关心力的股票投资 为了要让大家 能够在中期回档的时候 避开风险 不要去因此而受到重伤 更能够去赚到不错的利润 像我们之前放工华邦店 金店 华星科 文茂 这样子一档一档的放空 一档一档的赚 接下来我们特别帮大家 规划的空白空空 作战计划之 0800专案 过年快到了 过年前通通算我的 越早加入越早享受 想要了解深入内容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大家 待会休息时间 就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络 第二阶段再回来跟他谈谈 那最近又有什么股票 适合空军来做起飞 运达特布 好看 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特布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特布APP 获电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特布 接评超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重存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讯出现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特布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提醒大家 做股票永远不变的道理 乐观会做头 恐慌会见底 所以当两年前 消息一面是告诉我们 人民币那时候在重扁 入股在熔断 油价在急跌 跌到一桶30块美金 大家都觉得 那经济大概没就完蛋了 美股在重挫 大家都说美股跌 我们当然要跟着卖 台北股市大概会跌到6字头吧 台股二度来到10年线的时候 该怎么做 口说无凭 对不对 有图有真相 两年前的这个时候 指数7000多点 我说乐观做头恐慌会见底 现在最恐慌持续在破底 的时候指数到了低档底部区 该是拼大的时候了 那时候大盘后来从7700又跌到7627 可是跟着我在那时候7600 7700 全力拼大的投资人 过去这两年荷包满满赚得很开心 那相信我的人赚得荷包满满 不相信的呢 后来这个地方见证了现龙老师的看法 到最后只能说 早知道跟着现龙老师那时候拼大的 后悔啊 永远要记得千金难买早知道 人生没有后悔药 如果不想要事后留下后悔 当下就要下定决心 跟着现龙老师的脚步 加入现龙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 那两年前利空不断的时候 我们拼大的 现在呢 乐观做头恐慌会见底 现在市场上一片乐观 消息打出来都是利多 对不对 美股在涨个不停 台积电说这个外资全面较好 油价已经从30块涨到60块了 外销订单现在都说在创新高 中金院跟大家说 哎呀今年GDP会上看3% 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小英总统的税改 我们的一个前瞻计划的一个功劳 那这时候呢 行情在高档利多不断 该怎么去操作 想一想 我只能提醒大家 做股票永远要记得5个字 反市场操作 当别人悲观的时候 要懂得贪婪一点 对不对 当别人很贪婪的时候 你反而要小心了 现龙老师做股票 我们不像其他人 放空的被嘎了一两千点 还要这两三千点 还要全力放空 我们该做多的时候是全力做多 但是当行情到了高档 空军也要懂得起飞 那做多的时候 我说过要买 买那种股价在第一档 重点是业绩开始启动成长动能 而技术面有大户进货转强讯号 例如那时候的美其码 股价还没狂飙 对不对 但我们已经发现 业绩成长动能出来了 我说大户在进货转强讯号出现了 所以那时候44块多 45块 46 持续的买进加码 对不对 那现在一百多块一堆人在喊进 我们只能说祝他们好运 因为我们已经赚了最甜美的一段 没有卖最高点 但是等头部出来 全数出金 获利入带 租租赚了多少 1.5倍 现在一百多块 还很多人在杀进杀出 我只能提醒大家 这个盘光从美其码看你就知道 没有肉可以吃 大家都只想捞点汤来喝 等到汤也捞完 这个盘就特别小心要挂了 那买股票 我说要买 就买当时这种 这个有大户进货转强讯号出现的股票 领先市场买在低档 这样能够赚到大波段 那卖股票 空股票 反过来就是找那种利多不断的时候 股价已经涨了一段 这时候大户已经趁机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像京电那时候利多频传嘛 我说大户出货转弱讯号出来 所以61块半附近 龙卷放空空军起飞 对不对 那后来股价跌下来 人家受伤 我们反而因此赚钱 好 再来看到滑邦店 那时候记忆体说在涨价 MSCI列入成分股利多不断 我说大户出货转弱讯号出来 所以那时候28块附近 龙卷放空军起飞 也要瘫起来 对不对 再来呢 稳茂那时候说打入到消息 这个苹果3D感测供应链 我说头肩顶的右肩 现在大户正在反手卖超了 已经大户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了 所以那时候300块空的 对不对 后来杀下来 不就也一样弹起来 好 那再来这个月 包括被动元件的华星科 利多不断的时候 我们也是同样的空军起飞 108块附近空的 然后等杀下来 90几块获利回补 也赚起来 再来看到这是南亚科 这已经第二趟的一个放空 带量空头吞噬出现 大户出货转弱讯号出来 记忆体说在发烧 在喊涨 说去年赚了14块的一个EPS 我说大户出货转弱讯号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84块附近龙卷放空 空完之后开始下杀 对不对 空完之后 现在已经跌到多少 这地方已经跌到80块多了 一样在赚钱啊 好 那再来看到上个礼拜 耀华应该讲这个月 其实也跟大家讲过 824块附近 我们就开始放空 其实上个礼拜 都还有24块7 都还可以建议大家 继续的一个放空 对不对 这波指数涨也没有涨到 现在呢 现在也都开始赚钱了 今天重挫7.5% 再来还有一档PCB的股票 大户也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上礼拜五跟他预告 今天也都开始下杀 你有没有发现 赚钱的机会 已经都开始等着你 只是重点 你有没有拿出行动 还是要等到半年之后 才留下后悔呢 不想要留下后悔的 咨询电话在底下 待会指名加入 县容老师 亲自带你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